字幕 late vy Joshua 因會也是有關當然下一個項目 說共有需要受很多 大概二十斤左右 他要演了一個 這滿街遊蕩的這麼一個 是野孩子 我我居然沒看出來 特別地像、特別地對 非常棒 其实棒到连我都很惊讶 因为说实话 在提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一个娃娃脸 然后我们俩聊过之后 之后再见到她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她为这个戏剪了十几斤 可能到拍戏的时候快二十斤了 就是一个黑瘦黑瘦的山里的孩子 你知道当时范美老师也说 他们来开机衣室的时候 吓一跳就完全认不出来 因为她穿着很破的衣服 小凯在这个电影里面 真的是惊爆了 因为我们根本没想到 一个偶像的歌手 然后出来的这么棒 表演上相当让您惊喜 太棒了 而且她为了这个电影的所有减重 然后自己晒黑 完完全全就像大梁山 出来的一个遗嘱小男孩 而且那种身上的野性 包括她骑摩托车那个风劲 而且在街上谁也认不出来 非常用功 而且灵性极高 你们会感到很惊喜 对你们真的会惊讶 因为这个 这个设施化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们虽然有表演上的一些训练 然后有表演上的一些 包括读剧本的那些过程 剧本中途 但是没有想到 她很出色 非常优秀 对 见完之后 其实这家伙真的对表演很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我也没有想到 我觉得就是一小孩嘛 然后她讲了 比如说她在电影学院的生活 然后她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然后对表演的理解 我觉得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因为她很棒 可能她比同龄的孩子 更经历了很多的生活经历 因为她所以她的 其实她内心是一个很成熟的孩子 我觉得就是我能听 非常好 对 能不能活到工作的人 这得看你们了 从我们来 从目前的试片的那些角度来看 最后大家都为她泪流满面了 然后就已经忘记她是王俊凯 因为她形象已经不像她了 首先她颠覆了她自己的形象 这个真的是要靠她自己的那个 真正的那个决心 她变成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 因为预告片里可能有一点 现在那个海报里头可能也有一点 你能看到一点端倪 但是你真正看到她演技的时候 你会吓一跳的 周四来的 这一来 尤其是她开始 我跟夏凯说 你会不会讲家乡话 她当然会了 她一讲重庆话 我就是惊喜 立刻你就像街上的一个少年了 一下你就忽略了她是个偶 偶像或者年轻人的这个偶像组合里人的一个大流量 我根本就意识不到 我就想像重庆街上的一个小屁孩 像一个少年 而且李玉观点吃了更绝的一招 李玉这一招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就在这做的当场 她就跟夏凯讲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剧情里面 这个人物的角色是这样一个角色 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 不会笑了 就你不会笑了 因为你有很重的心事 你背负了很重的压力在身上 亡命天涯的 你说你能笑得出来吗 而且李玉也跟小凯说 以后大家在群体里面就有一个 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标准术语 叫做去找那个不会笑的小孩 就从那一刻开始 小凯再也不笑了 他这一不笑 那个眼睛里面忧郁感就出来了 然后一直到临走 跟我们打招呼 脸上不会笑了 而且后来我们选定他以后 来我们公司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排练厅 做培训 做拍摄 做造型 都不会笑了 所以说你一看就是一个心事 有心事重重 有压力的一个少年 然后他的天性和野性都看到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觉得一个惊喜 但是果不其然 在现场你知道连我们的摄影师 曾剑老师都质疑 你们怎么用一个大流量的偶像 什么情况啊 后来在拍摄这个我们 就是跟马思纯和小凯 做演员训练的时候 曾剑的镜头情不自禁的 一直追着小凯的脸 说小凯的一张脸特别生动 有情绪 他的镜头爱上他了 所以后来我看到曾剑拍的 我曾剑你现在不执牛了吗 你现在不自身了吗 就我们都觉得小凯的一张脸 和他自己的本人的悟性 因为他有一次跟马思纯在一起训练 李玉就做了一个情景设置 就让马思纯问小凯 都是记性的 说你会拿我当你的姐姐吗 我像你的姐姐吗 小凯就完全现场记性地回了去 我没有姐姐了 一下所有的人眼泪都下来了 因为我们的剧情里面 这个少年是失去姐姐的 被村长残害致死的 所以就是这个剧情 让它产生了化学反应 生理反应当场就出来了 所以后来我们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这也把我尽着 我说以后我不能有偏见了 以前什么综艺节目 流量明星流量偶像 都不是我们视线里面的 首先我们都看你演过电影 我们都会这样本能的 或者你干脆是个素人也好 因为我最怕这种偶像的壳在这 结果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小凯释放的这么天然 包括我们在这个剧组训练的时候 让他去修汽车 给我乐的 我也偷偷跑到那个汽车铺 修摩托车修汽车的地方 一身油泥 因为我当年修过汽车 当过前工 我看小凯的动作 上螺丝搬手换轮胎 还挺溜的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所以我说我们也非常幸运 我们这个电影 有了范伟老师 有了马思纯 有了小凯 小凯因为人家马思纯和范伟老师 更不用老戏骨了 非常精彩演的 但是毕竟是范伟老师 这个王君凯我们没有看过他电影作品 我真没有想到他出来这么有质感 这是我们的惊喜 而且我想我们看过这个初简影像的我们几位 我们的美术指导 我们的摄影指导 剪辑师 导演我本人 都掉眼泪 他真的就这个对我们的观念也是个改变 因为王君凯改变我们的观念 以前我们是有偏见的 觉得综艺节目的这些名人 都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内 那这一次对我们确实有非常大的改观 对我们的观念